明明才刚说抓战犯没意思 号召战斗兰的赵绍康 公投后三天 后口却又对准 新北市长侯友宜 那侯友宜呢 就是说千不该万不该 就搞那个千字文 月术多少天 然后那个杨子董 黄世修绝石 大家这样跑 那大家不是都王八蛋了吗 不是大家都是很混蛋吗 跑什么东西呢 那大家都可以在那边装好人 痛疲侯友宜千字文 打击蓝银士气 赵绍康甚至说投票日前批评 文章哪位狗头军师写的 是为了给侯友宜下台阶 他发表了签字文以后 我还替他缓甲 我说不知道哪个狗头军师写 就是替他缓甲嘛 对不对 就是通常就是清军策 就是旁边的人有问题 他就说是我写的 那个文章当然不是侯友宜写的 侯友宜怎么写得出那样的文章呢 21号说明是赵绍康的网络评论 更以侯友宜让人失望为标题 文章中写到 侯友宜之所以成为蓝银最大战犯 是因为大家对新北期望较高 然而上架不到半天就被撤文 这么多天来 从来没有一次讲侯友宜是战犯 整理文字的时候小编加上去 那我刚刚已经要求 雅虎把这个文章下架 我从来没有讲谁是战犯 赵绍康是最大的战犯 这无庸置疑的 因为调子是你定的 不调是你决定的 然后中间的所有操盘过程 也是你在处理的 最后输入你当然是最大的战犯 可是为什么我说赵绍康是最大的乱源 因为他在今天还在找战犯 那就在乱国民党 所以赵绍康我才说 他是最大的战犯跟最大的乱源 国民党全面会败 战斗兰同样IP战败 虽然男鹰大咖都喊团结 不找战犯 不过从连日检讨炮火来看 要停止内斗显然很难 当时离开军注军台湾报道